六两一把扯过苏羽仪的左臂 另一只手死死捂住她的嘴 在苏羽仪惊恐的目光下 咔嚓一声折断了她的一条手臂 苏羽仪疼的钻心刺骨 在惊恐和剧烈的疼痛下晕了过去 六两嫌弃的都开苏羽仪 竹子人晕过去了 慕琳咬点点头 将视线落在一旁的齐嬷嬷身上 羽仪表姐来得匆忙 而且大舅母对她历来娇生惯养 不会让她接触太多龌龊的手段 可是你不一样 你跟着大舅母的时间长了 这心肠难免就变得黑了 引我母亲回厢房 然后放火全都是你的主意吧 齐嬷嬷疯狂的摇头 因为恐惧不住的发着颤 慕云瑶缓缓在她面前蹲下 好看的微笑着 老实回答我的问题 我就饶你一命如何 齐嬷嬷嬷看着慕云瑶的眼神充满了惊恐 这慕云瑶就是个恶鬼 她对大小姐都能下如此狠手 那自己的命她就更不会在乎了 恐怖太恐怖了 可是大夫人吩咐你做的 慕云瑶拿下塞在齐嬷嬷嬷口中的布 问道 齐嬷嬷嬷嬷点头 是是大夫人说这次是绝佳的机会 所以命我 慕云瑶冷笑一声 周身气息越发冰冷 大舅母除了雇佣那十几名混子 可有让那家高手出手 那家高手 齐嬷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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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 没有的一般高手都不愿意牵扯到朝廷 若真有高手在 就不必如此大费周折了 慕云瑶没心移动 若不是大夫人 那么又是谁在暗中出了手 天色渐渐亮起 慕云瑶吩咐六粮处理了后续 这才离开 回到厢房 苏青仍旧沉沉地睡着 慕云瑶奔波了一夜 就地爬在床边的葡团上密了起来 这时司情走了进来 轻声道 小姐 锦兰说之前曾看到有一僧人鬼鬼祟祟的 她线下正在画那人的画像 慕云瑶困健地抬起头 若那人有问题 想来早已跑了 不过若是换好 还是去找宝华寺的管世僧人确认一下 另外 慕云瑶闽了闽唇 你可知道月王在什么地方 在宝华寺最东次的厢房 亦得掌公主隔壁的院子 司情回到 慕云瑶点头 我知道了 待会等男性醒了 我便去探望一下四爷 这时锦兰推门而入 小姐表少爷找您 人现下在院中 慕云瑶刚走出房门 就看到面色冷明的苏青吴站在门口 身子挺拔 面容俊美 只是周深的气息却显得很是冰冷 甚至带着一丝说不出的压迫 见过表哥 素青吴回头 认真地打量着慕云瑶 不放过她面上任何一丝情绪 今早 羽仪的手断了 如今已经病倒了 她说是你把她的手折断的 而且你还威胁要杀了她 慕云瑶神色满是惊讶 我在房间中一夜未出 专心地照顾囊亲 表姐莫不是被吓得糊涂了 这般随意地往我身上攀扯 七嬷嬷也说是你 素青吴眉心紧皱 眼中光芒惊疑不定 那我还说是她呢 说不的是她没有照顾好羽仪表姐 生怕大舅母回去责备 这才在一旁出些馊主意 素青吴看了慕云瑶半上 却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分辨出来 慕云瑶你也是苏家的人 应该了解一容俱容 一损俱损的道理 表哥说笑了 我姓慕不姓苏 他可是从未把自己当作苏家人 素青吴打量着慕云瑶 好一会儿才收回目光 这一次的祈福到今天就结束了 收拾一下东西 待会儿我们便启程回府 慕云瑶微微地摇了摇头 我帮义德掌公主抄写的佛经还未写完 所以还需要多留两日 表哥先带着表姐回去吧 等抄写好了佛经 我和囊亲自然会回苏家 素青吴沉默了片刻 而后静止转身 慕云瑶冷笑一声 想不到苏青吴竟然只说了几句话就走了 这般轻拿轻放的可不像是苏家人的作风 还是说等着她回府一起算总账